我愛台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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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落實民主 補正公投法 24小時接力禁食 行動 結束聲明 民主是台灣先人 百年來前仆後繼 犧牲 身家性命 所追求的願景 也是凝聚國民意識 共同解決內部問題 對抗外部挑戰 最有力 最有效的力氣 公投是實踐民主的必要制度 民主國家實施公投 早已習以為常 因此 三十年來 台灣各界 就各式議題 要求公投的呼聲 實有耳聞 且漸漸 會成潮流 威權餘序的 國親兩黨 為意支持民主潮流的進展 乃透過當時主導的立法院 於2003年 制定了現行的公民投票法 以超高的提案 及連署的門檻 超高的投票率 禁止行政機關提案公投 設置審議委員會 來限制人民提案等等規定 使公投成為實際上的不可能 以至該法實施十四年以來 從來沒有任何一個提案 能通過公投 現行公投法制定後 社會各界都認為 此法 鉗制人民 實踐公投的權利 應迅速補正 民進黨的公職人員 包括總統、行政院長、立法委員、縣市長 也都曾對該法延遲批評 而支持民間修法的主張 無奈因國親兩黨當時佔 立院過半而未有結果 2016年民進黨獲得立院多數喜次 社會各界均認為公投法修正 只不過是舉頭之勞 應可迅速通過 不料一年多來 未見民進黨積極修法 反而處處給人敷衍推脫的感覺 在此不得已的狀況下 人民做主教育基金會 於是發起禁食行動 以16天的時間 在民進黨中央黨部前 接力禁食 嚴正要求 以民主為名的民進黨 落實民主 補正公投法 妥事的公投制度 是促使政治人物 必須遵守民主原則的良方 也是改正違背民主政策 制裁反民主行為的有利工具 確實是台灣民主發展 關鍵性的工程 我們誠懇呼籲 各界關心台灣民主發展的人士 共同來敦促民進黨 盡速修正公投法 人民做主教育基金會全體志工 第二項手 應付出主教育基金會 是有些努力的 相互 但是